有鹅的地方就不会出现蛇 有人说农村恶霸大鹅是蛇的克星 鹅粪更是可以杀蛇 一些农场都会养鹅来防蛇 蛇真的会惧怕大鹅吗 鹅可以说是农村三霸之首 不少人童年都有被拧人的大鹅支配的恐惧 鹅虽然没有明显的攻击武器 也没有尖利的爪牙 但它的上下回边缘呈现锯齿状 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排锯齿 咬人的时候可以增加摩擦力 再加上它的脖子比较长 咬住对方的身体部位后 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拧上一圈 这种感觉可不是一般的酸爽 想想就让人觉得肉疼 我们平时在农村见到的蛇体型都比较小 体长只有一米左右 在体型上就不具备优势 一只大鹅的体重能有十几斤 蛇在它面前完全就不够看 即使是毒蛇 也无法对大鹅释放毒液 大鹅的身体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羽毛 脚上还有一层坚硬的角质层 蛇的毒牙根本无法刺穿大鹅的皮肤 无法释放毒液 它的毒液在大鹅面前毫无用处 毒蛇尚且如此 无毒蛇就更不用说了 大鹅的领地意识本身就比较强 这也是它被用来看家护院的原因 察觉到有蛇类靠近后 它就会扑腾着翅膀 飞到蛇身边用翅膀进行拍打 或者用脚踩踏 用这种方法驱赶蛇 有时候甚至能把蛇踩死 蛇遇到大鹅毫无优势 只有挨打的份 因此蛇一般见到大鹅都会躲着走 有鹅的地方就没有蛇 即使是毒蛇见到大鹅也要绕道走 大鹅本身就可以轻松拿捏蛇类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鹅的背后有人 不难发现 大鹅总是神经兮兮兮的 无缘无故地大喊大叫 或者随便攻击人 这主要是因为大鹅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生活区域和人类有所重叠 它们的视野非常广阔 一旦有人类或者其他动物 闯入自己的领地 它们就会发出嘹亮的叫声 以警示自己的同伴或者主人 人听到这样的声音都会被吓跑 更别说是蛇了 苏东坡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到过 鹅能警盗 异能却蛇 其分杀蛇 也就是说 鹅在遇到盗贼的时候能起到警示作用 与此同时也能下退毒蛇 它的粪便可以杀死毒蛇 正因如此 不少村民和农场主 都会在家里养大鹅来防止蛇类入侵 效果十分显著 其实 除了大鹅本身生性好斗 攻击性强且十分激情之外 蛇惧怕大鹅还是因为大鹅的背后有人 当大鹅发现附近有蛇之后 就会大声叫喊发出警报 这时候主人就会出来查看情况 在人类生活的区域 没有草木遮挡 蛇类很容易暴露 被人类发现后就危险了 往往会被驱赶出去 或者直接被打死 它们本质上还是惧怕人类的 遇到大鹅的时候 还是能躲则躲 毕竟大鹅这家伙干起价来不要命 很少有动物会主动招惹大鹅 蛇类也不例外 有鹅的地方没有蛇 鹅的粪便能杀死蛇 第一句话确实有点道理 这第二句就有点离谱了 以前经常有人说 鹅的粪便中有某种腐蚀性的物质 蛇只要触碰到就会皮肤溃烂 行进速度缓慢 身体飘忽不定 过不了多久就会死亡 其实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蛇确实惧怕大鹅 但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粪便 鹅的粪便成分简单 并没有腐蚀性物质 对于蛇来说 遇到鹅的粪便 就像是人类遇到垃圾场或者养猪场 会闻到不好闻的气味 躲避是本能反应 蛇的视力不好 但它的嗅觉却非常灵敏 可以通过气味来分辨周围的环境 判断猎物的位置和方向 自然也能闻到鹅粪的气味 有鹅粪就意味着附近有大鹅 蛇类不愿意和大鹅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争斗 双方打个你死我活也没有意义 因此 蛇类不管是遇到大鹅还是鹅粪都会躲着走 以前有不少农户都会养大鹅来防蛇 蛇类对气味比较敏感 像是鹅粪 风油精或是烟头 大蒜 这些有刺激性气味的东西都可以用来防蛇 蛇闻到后就会自动离开 但这些东西并不能杀蛇 归根结底 真正让蛇类惧怕的 还是大鹅那极强的战斗力和攻击力 以及它背后的人类蛇遇到人类后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走 毕竟他们也不想被活活打死 或者被抓去泡酒